一年一度的埔里绍兴酒无花季 在埔里酒厂盛大举办 副总统吴敦义及厂长张鸿贵 一起为该厂名酒女儿红及状元红开坛 现场酒墙四溢 议员吴国昌表示 埔里酒厂历史悠久 生产的绍兴酒品质优良 是台湾绍兴酒的代表 未来也希望能够继续发光发热 埔里酒厂 当期以来 他组队救治 他在冬季后 都总是来改变的经营方式 另外开创 他独特创新的方式 来经营 他所制作出的绍兴酒 以及女儿红 都总是上等的 级品的酒类 小朋友戴上状元帽 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过龙凤门 祈求未来有好发展 藉由活动的举办 除了推广女儿红及状元红之外 也象征父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心情 就是希望让小朋友能够 往后更能够平安顺遂 然后能够更精进这样子 很棒啊 能够让大家一同来参与 然后有亲子体验的感觉这样子 成年老酒也要美丽的酒翁来典场 更能彰显美酒的价值与美味 现场还有亲子彩绘比赛 参加的大小朋友发挥创意 在酒翁画上自己设计的图案 个个觉得新鲜又有趣 看网路的啊 觉得小朋友对画画蛮有兴趣的 亲子关系啦 互动 因为它就是圆的 很难画上去 我今年是参加第三年 然后我第一年跟第二年 都有收到女儿红 还不错很好 酒酿的DIY教学 在洗手制作的过程中 凝聚亲子情感 并让游客认识 浦里酒厂的酒文化特色 议员黄智雪肯定浦里酒厂 注入酒文化元素发展观光 成为南投重要景点 也带动了浦里地区产业发展 浦里酒厂特别对南投官 做一个观光的火车头 可以说是吸引很多人潮 特别是浦里镇 小薰过去在我们的酒 可以说是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那么趁几何时 很多众類包括国粮 包括外小酒 洋酒都一直进来 可谓的一个变通 所以专行为观光酒厂 副议长潘一泉表示 浦里酒厂将酒融入文化与艺术层面 无论是状元红女儿红 都是浦里酒厂对酒文化的创新 让游客来到浦里 就能体验不一样的台湾酵心酒风情 民意新闻洪一伦 浦里采访报道